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益晶晶协会秘书长 古法益晶晶走近人 传承上运文化 同意为 他打赏益晶晶的旗号 收徒收费 这里名户 而金大师的一位女徒弟直接表示 师傅收费十万元也不多呀 想跟我学的话要趁早 从我现在还交得动 未来说不定我哪一天就不在团了 金家中果然称道上是大师 想学的必须要抓紧了 说不定哪天就要失传了 他认为过去流传在上场的东西 如果现在能给更多的人提供帮助的话 肯定是人生中的一件快事 为什么都推崇易晶晶 主要是因为他能以最快的速度 掌握最核心的东西 千万不要以搏击的理念去理解民间高手 要是这样的话 民间还真的就没有高手了 主要是因为现在系统化的训练 在民间已经用不上了 古代练习功夫时 讲究的是一招之低 必须要下苦功夫练习 所以现在没有见过金师傅八道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了 当时受邀参加了一个大型节目 更是把这家珍藏的一晶晶给展示了出来 在平稳面前表演了我们认为的春拳 老师二话没说就要试一下 此时的金大师脸上 略想着有些尴尬紧张 没想到导师的一晶晶 比金大师练得还更高一筹呢 大师一脸的无语 双眼紧静的导师 看来被淘汰是把事顶顶的事了 在国内没有粉丝 可是在国外却活着一塌糊涂 在他刚热身时 外国小伙以为 这又是一个只有花家者的中国老头 没想到下一秒直接惊呆了 投开八块大理石 不用手扶着 直接悬空断大理石 堪称一绝 后是金师傅的杀手锏 其力量的精准 内行看了都摇摇头 都说碗是道具 第二个碗直接掉地上都没有睡 这让刚才自己的那些人直接闭嘴 不得不说 大师的意志弹太内涵了 碗都不带动一下的 那都是小儿科 对于金大师 他直接断钢板 金大师用五十秒的时间 断四十根钢板 打破基金师纪录外国人彻底被拿捏 外国小伙为了学习意境境 跨越半个地球前来拜师 对北京的女徒弟直接表示师父的收费并不高 十万块钱在女徒弟心里感觉不高 主要是因为她认为师父没少做了慈善 所以她非常支持她的师父这样做 收费的高低和做慈善有没有关系我们不得而知 我感觉金师傅是有功夫的 但未必肯真的清糖消瘦 金师傅现在可以说是逃离满天下 妙峰想打假她有些难度 无论结果如何 对于妙峰来说都不好 各位大佬对于这件事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谢谢我们下期见